有话有说啊 不知道为什么啊 一闻到桂花的味道就反感恶心 为什么 首先咱们给大家声明一下 桂花是没有毒的 而且又做桂花糕 现在又有桂花蜜 桂花是可以食用的这个花 另外的话 就是你为什么会闻到恶心呢 这是由于人体质的一个原因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你像我老婆怀孕的时候 闻到这个风杏子的味道就会容易上头 就有点恶心 但我们闻的都没事 我只不过闻的就稍微有点呛鼻子 就是有点稍微闷的话 别的没啥事 但是根据人体质不一样 但是呢有一些个就是最常见的 你比方说香水百合啊 这个东西你如果说放到室内的话 放到屋里边呢 闻了时间长了以后 它会老是让你兴奋起来 就是让你的大脑 老是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 时间久了呢 就会出现一些头疼的一个症状 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点啊 就是并不是说你闻到那个花 是吧 有恶心就有毒 也不建议大家就是弄很多的花 一直放到自己卧室里面 你如果说真的喜欢花香的 你可以放到自己的客厅 是吧 然后呢 不一定非得是非要 在自己卧室里面 恨不得抱着睡 搂着睡 但是闻多了也不好 好啊 希望画面简单的注意到这些事 有些话说问我哪些有毒的 一般就是咱们常见的一些 甲骨涛科的都有毒 就是你不要去吃 基本上摆着看 自己养 是吧 你别碰它 别吃它 基本上都没什么事 另外呢花香有毒的不多 你像有的话说 风车莫里也是家族刀科的 这个花香会不会有事 这个没事 没事 这没什么事 有毒的方香类的 你放心 基本上很难流入到你的手里面 但是有的话 那个种花的第一个就先挂了 所以说你放心吧 有的话说 锈锈有毒 再有毒 那有毒 管那些事干嘛 你养你的就行了 人家只要敢养 你就跟着养就行了 谁打溜就完了 你别人家人云亦云就行 好了 老花一 养花这张仪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白了白了